中国女族和荷兰女族一共交手十次 都是在热身赛中 中国队取得五胜四平一负 本场比赛古亚沙和李颖没有首发 而是换上了唐嘉丽和韩鹏 这一变化意在加强中国队在比赛中的进攻能力 比赛开始三分钟中国队前场抢断 唐嘉丽完成中国女族的第一角射门 第十三分钟中国女族中场抢断后打出快速反击 王立斯一直带球到对手禁区 横传中路 跟进了唐嘉丽射门被对手崩堵 之后荷兰队也迎了离子射门良机 第二十三分钟荷兰女族开出一脚长船 进区内呢 米德玛缓过中国女族的一名后卫 好在队长吴海燕及时补位干扰了对手的射门 第二十八分钟 韩鹏利用个人能力在禁区附近连续摆脱对手 完成高质量射门 可惜被荷兰能将扑出 开场不到三十分钟中国女族已经完成了九次射门 第三十一分钟 王立斯在对手禁区内强端成功 随后河南球员推散王立斯 至其倒地 但裁判并没判法点球 上半场中国女族在进攻端表现出色 十四角射门给荷兰女族很大压力 第五十三分钟 任贵心斜长船准确找到唐嘉丽 后者冷静换过对方后卫 可惜最后的射门被荷兰能将扑出 十四分钟后 唐嘉丽在大清区外选择远射 右脚的射门势大力尘 可惜皮球被荷兰门将脱了一下之后 击中横梁 之后中国女族用马军换下任贵心 第七十五分钟 荷兰女族传中 王菲果断出击将球破坏 由于和对手相撞 王菲痛苦倒地 但她之后还是坚持比赛 第八十六分钟 中国女族前场打出流畅配合 马军接队友传中门前电射 可惜皮球稍稍高出 中国女族全场狂攻 却迟迟无法打开胜利大门 终于在第九十分钟 中国女族将本场比赛的 第二十五角射门转化成为进球 十九号谭如荫 送出一脚高质量的长船 王力思门前用一脚四两拨千斤的射门 为中国女族完成漂亮的绝杀 赢得本次女族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 小组赛最后一轮 他们将面对新西兰 我会进球 但是没想到是最后的时候 上一场比赛我们被对手绝杀 今天绝杀对手 现在心情怎么样 现在很高兴 我觉得中国球迷也跟我们一样 很开心 看到我们取得胜利 今天我就是想着 反正我会用尽我全部的力气 守住中国人队的大门 因为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然后我真的就是想 在后面我一定要守住 帮助我的队 要守住我的大门 很好 队伍不容易 那么这场球 我们终于得到了三分 我希望我们再业再利 能取得更好的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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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